我媽曾經非常認真地來問我說 是不是因為你在賣棉條 就害台灣的女生的處女越來越少 結果她曾經問過我像這樣的話 那時候在美國當交換學生 然後我發現台灣人都不用 可是我發現同學都在用 所以我就是做很大量的翻譯 把國外大品牌的廣告文獻資料 用法迷思什麼的醫生報導 全部翻成中文 然後做了一個很完整中文的部落格 那個時候的男朋友 因為他在做夜市擺攤買衣服 他說你對棉條這麼厲害 你怎麼不去皮來賣 我想說有道理耶 從那天開始我就沒有再理過他了 我就一直在做我自己的事情 大家都叫我小凡 比較為人知的是在網路上面 就是有一個叫凡妮莎的女生 一直在鼓吹大家用棉條 所以網路上會有一派就是類似棉條叫 然後我就那個金字塔頂端的 一直跟大家講說真的很好用 真的要試試看的那個 我推廣16年了 到現在我每一次生理期 開著每一支棉條放到身體的時候 我都還是覺得哇好好用 我們想要幫大家補的是哪一堂課呢 就是你從小到大 沒有人告訴過你的 關於如何處理月經這件事 我很久以前我就覺得 如果我要講什麼話 我就是要對女生講 因為我之前看過有一句話 他說你在教育女生的時候 其實你教的是一個家一個社會 因為這些女生就算她未來不是媽媽 她都會去影響別人的媽媽 或是別人的女兒 然後這些人會再回去影響他們家人 以前我們都大概跟25歲30歲 剛出社會的小姿女 跟他們做很多議題上或是性別上的溝通 我們現在開始要走小學 小三小四 我們決定在她月經還沒來之前就跟她說話 我們就是要搶先媽媽一步 我覺得台灣對於性跟感情的教育 都太少了 我覺得我在做這些女性的議題 這些東西 很多是自己的成長經驗 是那個心裡面的OS 你沒有人可以問 你也不知道現在發生什麼事 因為我不能call媽媽說媽媽你騙人 因為媽媽不能知道這些事 可是你也不能去跟人家說 我第一次沒有流血現在怎麼辦 所以我們那時候做那個懶人包 我覺得我在社會上做了一件對的事情 他們就可以跟我長大的過程中 變得不一樣 台灣那時候的紀錄戰案的資料是0.2% 你們猜猜看現在 2020年的台灣的非會生免的使用率是多少 是這樣 那時候我才27歲 可是那時候我還是想要代理別人家的 是因為那是我最快可以直接進來台灣 一個有知名度的品牌的方法 在別人的會議室裡就有點半倍羞辱 我說那如果我不同意這次的這個合作 你們會怎麼辦 他說我會讓你在訂貨的時候 遇到一些困難 對 那不是虧社會 我一直記得我走出那個會議室的時候 我就決定我要做自己的品牌 每一個人都有他自己適合的 可是在你全部試完之前 你沒有辦法知道誰對你最好 就有點像是 你在交男朋友 我上次都不能交男朋友當那個 那個 退廣生理用品這件事情在台灣來說 其實是非常非常辛苦的 然後很多人其實是不喜歡 台灣不想要或是害怕的 很多人其實一開始是不看好的 他們都會覺得 台灣沒有人要用這個東西 各種原因都有可能 所以你非常容易被拒絕 但如果你願意留下來聽 我就會講到你懂 然後我會告訴你說 接下來就是你自己選擇 然後再給他眨個眼睛 他就接收到我的暗示說 所以要用這個了嗎 我說嗯 我很喜歡改變人的腦海裡 某種既定的觀念 所以我願意花很長的時間去等待他 我覺得那個對我來講 就足夠以讓我再去抵擋 十個拒絕我的人 我很喜歡現在的生活 但是如果你去問我30歲的我 我也會告訴你 我很喜歡我30歲的生活 因為我最喜歡的一個方式就是 你就是活在當下 你就是看當下的人 處理當下的事情 世界上沒有所謂的早知道 也就是說不需要後悔 你就是繼續去做 你原本要做的事 沒有什麼事情是你當下 你覺得那這輩子就是真理 就是那樣 你就是真的要一直修正 保持貪性 我覺得這樣蠻好的 現在所有東西都是我說可以就可以啊 只要說我想做就是要做 我看了一些心靈成長的書 他說當你在做一件事情的時候 如果你一直都可以維持這麼幸福 那就代表那就是你天生應該做的事